你见过攻击力只有一点的地覆神怪兽吗 满足同盟三巨头挑战篇章Buff哥德温 哥德温嗅到天际 一回合就同调出了太阳龙不牙与月影龙基利亚 用两头怪兽构起了连锁战术 月影龙因为自己的怪兽效果 要在玩家结束阶段被破坏 虽然这么高肯定有鬼 但乌鸦类鼓歌却选择直接无视 甩出一张高速魔咒调节 根据他的魔法效果上升银盾冷北风一星等级 随后让黑枪强风与迎盾冷北风进行调整 同条召唤黑羽乌鸦之凯伊亚 而当场上有黑羽乌鸦在场时 还可以特殊召唤出六星的黑羽乌鸦之七黑妖精 这就是黑羽卡组的速攻战术 凯伊亚舞动手臂进攻太阳龙之不牙 哥德温不了解凯伊亚的怪兽效果 命令太阳龙之不牙发动反击 两只龙头抓住了凯伊亚的翅膀 结果发射的光波却被凯伊亚弹飞 乌鸦表示凯伊亚既能免疫破坏也能无效伤害 并且还能给攻击过的怪兽身上放置一颗钉子 从内部破坏太阳龙之不牙 将他的攻守数值通通变为零 乌鸦命令七黑妖精发动攻击 一爪子撕碎太阳神 造成的伤害等于对玩家发动了直接攻击 哥德温闭眼感慨 突然地说出了自己是传说中地轮驾驶员的真相 这一刻将地轮驾驶员当成偶像的三人全部惊带 哥德温缓慢睁眼 通过发动太阳龙的怪兽效果破坏掉七黑妖精 并将同攻击力的伤害给云鸦 而由于太阳龙被破坏的原因 月影龙基里亚将被特招回场 这就是双龙之间的连锁射击 面对无能狂怒的乌鸦 哥德温举起自己带有龙头印记的阻力 将其他四位龙印者的龙印 全都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上 糟糕了 红龙挂背夺走 莫非你也要硬卡 乌鸦内心毫无波澜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龙印 身为社长传人的王杰克要开始发威了 召唤魔法洞时人采取守备 通过他的怪兽效果 下降疯狂恶魔一半攻击力 让他可以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哥德温没有想到 哪怕是900点的刮杀伤害 那个孤高的王杰克居然也会贪 乌鸦抓住机会翻开陷阱引租 效果当怪兽直接攻击成功后 给予对方玩家1000点伤害 轮到三句话不离羁绊的游戏 他要给另一个时代的人上一刻 发动陷阱卡上升的冲撞 当对方受到效果伤害时 可以特招一只调整怪兽 游蟹无止一整 将三星的废品同调式与四星的极限杀僧进行调整 同调召唤 新采购的怪兽废品射手 怪兽效果一回合一次 除外对方的一只怪兽 神威特效吸收月影龙 王杰克大喊配合完美 三人合力清场戈德温 游蟹表示还没完 他要让废品射手发动直接攻击 住手 你们三个也太过分了吧 发动陷阱卡荣耀的祭品 当自己场上没有怪兽时 无效怪兽的直接攻击 并且还能特招出两只石碑祭品 将卡组里的地副神加入到手牌中 太带了 戈德温表示理所应当 你们三个的回合连在一起 我不赖一点怕是要被直接抬走 王杰克感觉合理 游戏无力反驳 覆盖两张卡准备迎接地副神 这一瞬间 戈德温的月影龙将回到排场 他要用两只石碑祭品 进行地副神的上级召唤